飯店外頭不少遊客拿著大包小包等著入住 雖然全國疫情警戒降級之後 台東的觀光人潮有稍微回流 但跟之前的暑假人潮相比確實還是少很多 縣府決定出招 就是要降低衝擊 預約台東活動出爐 從8月14號開始到9月30號 只要是合法的飯店民宿 預約一年內的平日入住 訂房一晚就可以獲得 價值新台幣300元的金幣3000枚 還有世家禮盒一盒 如果訂四晚金幣直接來到三萬枚 價值新台幣3000元 並且送四盒世家 而且只要訂房的遊客 都可以抽價值9000元的熱氣球自由飛門票 可以考慮了 可以考慮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剛好是住在花蓮 來這邊蠻近的 不過這個台東金幣可以拿來做什麼 其實在一年內都可以用在台東 特約超過200間的店家 包含美食 伴手禮 文化商品 折抵消費或兌換商品 這些店家會陸陸續續不斷地在增加當中 所以其實大家拿到金幣來到台東 其實你不用擔心你沒有地方可以消費 縣府預計可以帶來30億元的效益 飯店業者說消息曝光 詢問電話就接不停 感受得到民眾這陣子有多悶 有很多單子進來 因為大家都在想說 會不會很多人想要這個金幣的補助 然後還有大目釋迦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是開始在訂房 然後預計14號一打開 馬上就有非常多的客人的名單登入進去 然後去領這個金幣出來 地方政府業者繼續想辦法推出一連串的振興活動 TVBS新聞劉錦元徐運庭台東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